小朋友好 现在我们要学习的课程是 国语练习部第29页 我们要把知识探险家下半部分的课程完成 第二题 根据本课第一段的叙述 作者最有可能在哪里探险呢 1.海洋 2.森林 3.天空 我们看一下 第一段 作者形容自己是一只爱探险的蝴蝶 开心的在森林飞舞 所以答案应该是2.森林 然后第三题 下面哪一个不是作者在本课中有提到的探索知识的地方 第一个是影片 第二个云端 第三个书本 我们看一下 作者他说在森林旅行 在书海航行 在云端飞行 所以书本跟云端都有提到 就只有没有说到影片 那就把1写上去 第四题 作者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表现出什么样的心情呢 1.骄傲 2.快乐 3.伤心 我们看一下课文 他说 我是快乐的知识探险家 写下一页页精彩的生活日记 所以表示他是非常快乐的 那就把答案2写上去 他是非常快乐的 第五题 读一读回答问题 没学过的字可以写注音哦 这是一篇文章 叫做我是小书虫 第一段他说 我是小书虫 在教室的角落里 看着一本本感人的故事书 接下来第二段 我是小书虫 在图书室的展示价前 看着一本本新上架的主题书 接着第三段哦 我是小书虫 在书店的矮书柜前 看着一本本彩色的漫画书 所以这个作者非常喜欢看书哦 第一题 作者觉得自己是什么东西呢 很简单 他觉得自己是小书虫 非常的爱看书 第二题 作者在哪些地方看书呢 我们来找一下哦 第一段的地方 他说在教室的角落里 看故事书哦 那也就是写教室 第一格先写教室 然后第二段呢 第二段他说在图书室的展示价前 看主题书 那你也把图书室写上去哦 图书室 然后第三段 第三段他说他在书店的矮书柜前 看漫画书 那你就写 书 店 好 那我们第二题完成了 接下来看到第三题哦 作者看了哪三种书呢 好 我们先看第一段看什么书哦 第一段他看了感人的故事书 那你就先写故事书 故事书 那第二段看了什么书呢 他说 他看了一本本新上架的主题书 那你就写主题书 那这个题我们还没学过 所以题可以写注音特一 然后二声题 那第三段他说 他看了一本本彩色的漫画书 那就把漫画书写在第三格 这样我们的国语练习部29页也完成了哦